安徽省一个县,人口超140万,但生了一位圣人,安徽省,简称外,省会合肥。 清朝康熙年间,安徽因江南省东西分治而建设,得名于安庆府与徽州府之首次。 在地理位置上,安徽省东连江苏、浙江、西连湖北、河南、南皮江西、北与山东接壤。 作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,安徽省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。 截至2018年底,安徽省下辖16个省辖市,7个县级市,54个县,44个市辖区。 其中,就蒙城县来说,人口超140万,隶属于地级伯州市。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该地区自秦朝时期建县,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。 而且,就庄子这位圣人,就出自金安徽省蒙城县一带。 一首先,蒙城,古称山丧,七园,郭阳,肥水,是安徽省伯州市下辖县。 在地理位置上,地处淮北平原中部,位于安徽省西北部,郭州市东部,东宁邦部。 是淮远县,西靠立新县,郭阳县,南接淮南是凤台县,北接淮北是随西县。 就蒙城县的历史来说,蒙城县历史悠久,是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。 早在春秋时期,该地区属宋国。 到了战国时期,金安徽省蒙城县一带,分属宋国和楚国。 在战国时期,庄子,战国中期思想家,哲学家和文学家,姓庄,明州,自子修,义说子墓,宋国蒙人。 二九庄子这位圣人来说,出生于宋国蒙。 关于蒙的现代地理位置有多种说法,包括河南商修说,安徽蒙城说,山东东明说的。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,秦始皇盈正建立秦朝。 在郡县制下,秦朝在该地区设立蒙县,楚荡郡。 由此,对于该地区来说,界县历史已经超过二二零零年。 西汉初期,分西北境为两国蒙县,东南境为配郡山丧县。 三国这一历史阶段,为属吴三国鼎立,金泊州是蒙城县,一旦成为曹魏的疆域,属魏乔郡山丧县。 东晋时期,设立蒙县,仍属乔郡。 南北朝时,该地区属宋山丧县。 南起时期,该地区仍为山丧县。 三公元467年,也接北魏时期,费山丧县,设立乌州,金蒙城县一带,为州治所。 在七元故城设立乌阳县。 公元528年,改州为西徐州,后设立北金安郡,军为州,郡治所。 公元550年,东魏设立南乔州,仍以乌阳为治所,并山丧,蒙县为蒙郡。 北齐复称蒙县。 公元595年,隋本帝阳间建立隋朝后,金蒙城县一带树飞水县。 大业七年611年,改飞水县为山丧县。 公元742年,唐朝正式定名为蒙城县。 此后,虽归属屡有变更,但县名一直沿用未变。 五代十国时期,该地区为河南到伯州蒙城县。 四最后,宋朝时期,蒙城县先后属伯州、寿州等。 元朝这一历史阶段,蒙城县属总管府安奉路。 书元璋建立明朝后,蒙城县属南直立凤阳府。 清朝取代明朝后,蒙城县先后属伯州、寅州。 1913年,蒙城县属怀四岛。 1927年,蒙城县只属于安徽省。 1971年3月29日,蒙城县属安徽省复阳地区。 1996年,复阳地区改市,蒙城县属安徽省复阳市。 2000年6月,地级博州市建立蒙城县属安徽省博州市。 即至2018年底,蒙城县总面积达2091平方公里, 总人口约为140亿万人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 文秦怀历史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文秦态